海洋的深处有什么 前几天一名捷克潜水员 在毫无装备的情况下 成功下潜到52.1米的深海 打破世界纪录的事情 频频登上热搜 可当它浮出水面却口吐鲜血 通过这件事 又让我们这些平凡人 瞄懂到一个潜水的冷知识 那就是在深浅之后 如果立刻浮出水面 轻则会损伤你的器官 重则会要了你的命 那么假如你被困深海 又该如何自救 这部小成本的挪威电影 也许能带给你答案 它不单单只是励志 而且全程让你窒息上头 故事是这样的 女人奉命检查船体故障 殊不知危险正在靠近 直径2米的引擎突然开始运转 它本能地转身想要逃走 拼了命地拍打双腿也无济于事 慌乱中它只能伸手去抓面前的栏杆 费了好大劲栏杆时抓住了 刚稳住身体就发现 身后的引擎正越转越快 再这样下去必定会死在这里 于是它果断摘掉身上装备 恰巧卡住了引擎的扇叶 迫使机器停止了运转 这才侥幸逃过一劫 刚回到地面 它就气冲冲地奔向指挥室 准备暴打那个失职的船员 却招到一帮人的阻拦 虽然知道是对方失职 但还真拿它没有办法 事情之后 女人决定辞掉这份危险的工作 从此不再潜水 可事与愿违 几年没见的姐姐突然间造访 然后鬼使神差的 邀请她明天一早去潜水 女人刚才死里逃生 早已对深海心生畏惧 支支吾吾地想拒绝 可姐姐说完就走 丝毫没给她机会 不久之后 他们来到一处悬崖 下面是深不见底的海水 上面就是白茫茫的雪山 黑白相间的七景 预示着这里并不安全 就在姐姐整理装备时 突然一声闷响 像是有什么东西 砸进了刚燃起的火堆 姐姐抬头望去不禁几被发凉 峭壁上布满了松动的突石 随时都有可能掉下来取人性命 妹妹提议 不如把装备移到山脚 这样就不会被石头砸到 可她做梦也不会想到 就是这个决定后面险些让她丧命 为了在深海里保持联系 姐妹俩很快组装好了对讲机 然后朝着海面上用力一抛 打了一个标准的浮标 可别小瞧这个东西 关键的时候 能让人精准地确定方向 做完这些 两人就马不停蹄地潜入了深海 涌到的狭窄再加上昏暗的环境 他们只能靠着手电的亮光 可刚游出来 两人就发现不对劲 不远处有两头虎金正虎士 单单地盯着他们 姐姐害怕得连大气也不敢喘一下 妹妹解释说 虎金生性温顺并不会攻击人类 刚想打个招呼 可不知道为何 虎金像是受惊了一样 疯了一样掉头就跑 姐妹俩一头霧水 就在这个时候 一块急速落下的山石 正好砸向了姐姐的肩膀 她吓得大叫了一声 可还没等他们反应 头顶传来一声闷响 抬头看去 一块更大的山石朝着妹妹咋去 两姐妹在深海里潜水 突然间 一块巨大的山石从天而降 姐姐见状连忙大喊 提醒妹妹感情 几秒钟的时间 山石就带着妹妹消失的无影无踪 姐姐赶紧通过对讲机 喊着妹妹的名字 一会儿的功夫妹妹终于回应了她 但问题是 她身上被那块山石死死压住 一时间无法脱身 姐姐急忙下潜去救人 但要想在深不见底的海洋中 去找到一个人 又谈何容易 刚一接触到海底 姐姐就感觉体感压力猛增 记录以上显示 目前已经到了33米的位置 要知道在现实中 这是一般潜水员难以企及的深度 为了防止迷失方向 姐姐先是从口袋里找出一根线 然后在七点的海石上绕上几圈 另一段拽在手中 可前行一段时间 却始终没发现妹妹 就在姐姐无计可施的时候 突然间看到了妹妹手电发出的光 可妹妹的状态 让姐姐彻底乱了阵脚 竟然想用蛮力搬开山石 可施了几次 不仅没有效果 还浪费了不少氧气 妹妹见状赶紧叫停姐姐 叫她取出自己身上的荧光棒 标记被困的位置 然后浮出水面去囚禁 但在急速上升的过程中 有一个关键的步骤 就是要在距离水面5米的位置停留3分钟 否则巨大的压强差会损伤人的内子 可刚一上来姐姐就傻眼了 因为事先放在山脚的装备 全部被石头压住 她只好砸开车窗 带上两瓶备用氧气 可刚要下潜 一架急迟的飞机引起她的肿 姐姐赶紧释放烟雾弹 可对方只是盘旋了几圈 似乎并没有发现她 慌乱中还不小心丢了一瓶氧气 还好她来得及时 妹妹才没有窒息死亡 安顿好妹妹 姐姐就憋着气 打算找到那瓶遗失的氧气 盘旋了几圈 虽然找到却被石头卡住 费了好大的劲才把她拉出来 可以转身的功夫就迷失了方向 她焦急地在海底转圈 因为在憋气的情况下 如果方向选错 她必死无疑 还好看见了妹妹手电的光 才侥幸捡回了一条命 看着妹妹暂时没有危险 姐姐决定浮出海面寻找救援 但这一次她已经没有时间 去停留那宝贵的三分 在上岸的那一刻 姐姐就呕吐不止 显然因为压强差的影响 让她受了不小的内伤 根据地图的指引 确定附近有一处人家 而且距离并不算远 姐姐一路小跑终于赶到了这里 可敲了几次门也没有得到回应 姐姐只好捡起一块石头 朝着人家的窗户拉去 刚翻进来 就看见一只大黑狗虎视眈眈的盯着她 狗狗互加亲切 朝着姐姐不停狂吹 吓得姐姐大气都不敢吵不下 姐姐想上前安 却没想到狗狗一口咽住她的大腕 慌乱中 姐姐只好拿起按摩的手机 刺进了狗狗的心脏 解决完狗狗 她在房间内四处寻找 也没有发现什么可用的东西 想打开电脑连接手机救援 却没有信号 眼看着妹妹的氧气 还能支撑23分钟 姐姐焦急万分 于是她给房间的主人留下求救信息 然后带上一根撬棍 想把车尾箱撬开 因为妹妹告诉她尾箱了 有千斤顶能撑开山时拿出装备 费了好大的劲 打开之后里面却什么也没有 是妹妹记错了 姐姐只发现了一瓶冷凝剂 她瘫坐在地上 想到妹妹马上就要缺氧而死 她痛不欲生 就在这时 她发现一个路标 拆掉上面的牌子 正好可以拿来当一根撬棍 姐姐急忙下潜 然后通过对讲机告诉妹妹自己的想法 到了这个时候 她们也别无选择 只能冒险一试 姐姐找好位置将木棍插进缝隙 用力压的同时 喊着妹妹用身体向后退 换了几个支点 石头终于有了松动的迹象 可下一年 就在刚刚 三十米下的深海 一块巨石从天而降 激起了木棍的迹势 又将一个女人带了下去 为了救出压在石头下的妹妹 姐姐找了一根木棍当作杠杆 想撬开眼前的山石 可没想到这木棍的质量太差 稍一用力就断成了两截 看到这里姐姐快要起炸 妹妹还算镇定 她提醒姐姐 拿出随身的氧气袋 放进缝隙找好支点 再向里面灌入空气 想利用袋子膨胀的力量将山石撑开 这个方法没错 但她们也没想到这袋子质量也极差 灌了几秒钟 安全阀就不堪重负 空气不停地从里面冒出来 姐姐急忙伸手去读 可因为压力太大丝毫没有效果 眼看着方法不行 妹妹也放弃了 离别之际姐姐眼里含着泪 但妹妹却拒绝了她 要是姐姐不带装备上服 一定会对身体带来致命的伤害 姐妹俩紧紧相拥 做了最后的道别 几秒钟的功夫 妹妹的氧气归零 她留下一滴眼泪 摘下头罩低下头 她不想让姐姐看到自己死前的痛 眼看妹妹越来越虚弱 姐姐强行将氧气塞进她的口中 可妹妹十分抗拒 姐姐只好丢下装备转身上服 正如妹妹所说 刚浮出海面 姐姐的鼻孔就开始流血 眼看着妹妹的生命即将流逝 姐姐一时无法接受 她心痛的大喊 为了救妹妹她也算拼尽了权力 难道真的要放弃了吗 这是那瓶毫不起眼的冷冰剂 引起了姐姐的注意 她似乎找到了救人的方法 从悬崖上抠下一块石头 然后抱着石头急速下结 妹妹虽然不知道姐姐为什么 还是把仅有的氧气递给她 姐姐拿出冷冰剂给妹妹看 表明了自己的计划 然后将方向对准带子 随着冷冰剂的加入 安全阀的气孔刚好被堵住 袋子逐渐平淡 巨石终于有了松度 妹妹用尽全力挪动身体 终于逃了出来 然后找到一个溶洞休息 他们开心地笑出了声 可就在这时 姐姐终于熬不住了 她鼻孔流出鲜血 当场晕死过去 妹妹抱着姐姐打 也没能将姐姐唤醒 只好费尽全力将姐姐带回了海面 庆幸的是 一辆救援直升机找到他们 姐姐也醒了过来 妹妹开心地招手 他们得救了